在台湾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纳乘黄航CI-642班机 周二下午两点抵达桃源机场 由于香港众志秘书长黄志峰之前在机场遭到疑似黑帮人士追打场面失控 这一次警方如林大敌机场老早部署上百名警力 分别在街机大厅和机场外戒备 以防再有擦墙走火的演出 林荣基一步出机场大厅 身边有近十名的便衣刑警随时戒备贴贴身保护 林荣基自己认为实在没必要 他也说台湾的民主比大陆和香港都好 只可惜台湾的经济不太好 希望台湾能把经济弄好一点 林荣基此行赴台一波三折 原本预计周一就出发 因为没有获得签证而取消 周二才被通知在香港机场登机前领入台证 原本好友替他申请一个月环岛散薪 但是被砍到只剩七天的停留只能在台北活动 林荣基此行是受独立中文笔会的背领 孟浪和独立书店唐山出版老板陈隆浩之邀出席台北国际书展 其实就是朋友私下来请他来看看书展 就是请他来看看我们这边的这个台湾的书和书店 因为他本身是书展的书店的 香港独立书店的创办人 那我跟孟浪有他的老熟人 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林荣基的签证延误纯粹是人身安全考量 我们纯粹就是以人身安全这个角度来做一些妥善的安排 避免一些过去有一些被香港人被骚扰或被攻击的时间重复在发生 就政府一场而言我们坚持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 林荣基园定9号在书展有一场座谈 但是已改成私人谈话不参加公开座谈 而停留台湾的7天也将有维安人员全程保护 确保林荣基载台安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桃园报道 自由亚洲电话